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柱基金入社的時候 上一集柱基金說得談慶甚佳,我就沒有去阻斷了他的演說 真的是演說,說了很多很深入的事情,我和柱基金覺得很開心 因為柱基金說過半小時了,我當然要回應一下 不過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衛術和柱基金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你的留言很重要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看完之後算了,看完廣告算了,不是的 因為會有一個大數據在那裡,或者他的演算法 會告訴大家,你要留言,你要點讚,你要看多少 看不是一個問題,但是最重要就是,最重要就是 留下言,說一下嗨,打招呼,炸大衛術和柱基金說得很好 這些說話,留下幾十個字,他就會去推算給其他朋友 這個在那裡,多謝大家,提多些大衛sir和柱基兄 還要訂閱,開啟小鈴鐺,那就會通知你 都是幫到我們演說,我們不是說,我們很希望多些人看 我們賺錢不是這樣的概念 我希望我們和大衛sir,我們的節目是用了很多心機 找了很多資料,我們都是可能坐在海邊,去想了很多 我希望深入淺出,將歷史和現在我們國家做的事情 是用深入淺出,加一些實證,例證,和大家去分享 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夠更加了解國家的安全國家的利益 並不是小粉紅,我們真的是理性愛國 大衛sir 對,大家知道我一直都說,我是理性愛國的,我不是感性愛國的 我經常都會在國家的發展,或者國家的各個問題上 出潮茶,大家知道了,找了一些缺點出來的 對不起,很抱歉,我經常都跟朋友說 我找不到什麼大缺點,小缺點就有一些 但是大缺點,整體你看回頭,你會看到國家的發展真的很重要 那星期日那一集,我們就說了國家利益 這一集就應該會在星期一晚播出的,就是第二晚 那其他兩集呢,一集就講俄羅斯,一集就講香港好彩 兩集就應該都會在早上播出的,那我試一下調教一下時間 好了,首先上一集講國家利益 那我最近看到一位叫趙長鵬,大家知道他是比安的CEO 那被人罰了四十幾億,這件事其實挺嚴重的 你說老美是否為自己國家利益?當然是,那說他洗黑錢 又說有什麼驚驚主義的,就透過他們去洗錢 其實是透過那樣貨幣,叫做B字頭的貨幣,叫比特幣 那跟他有沒有直接關係呢?大家自己想想 很多地方都是的,那發了四十幾億做什麼呢? 當然啦,你一個黃皮膚的人,我不是說你對種族有什麼意見 至於黃皮膚的人,雖然你說你是新加坡人 其實他都覺得你不是自己有的了,你憑什麼拿這麼多呢? 所以他的CEO就放在幣安那裏 那發這麼多錢,目的為什麼?就是安全 國家利益嘛,你侵犯到國家利益 這個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嘛,是不是? 主經,是不是? 沒錯,他國家利益就是一個叫做 美元把權,是他的核心利益 即是美元把權就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那你撐動到我的美國國家利益 那如果你站在美國利益來看,他又沒有錯的 只不過用的手法就骯髒一些 那我補充一點這個節目,是怎麼出事的 其實他比,他又不是,當時他還沒抓之前 就不在美國的,今晚跟美國做一個deal 那我就罰你幾億,那我們就把數抹掉了 我就不告你了 那那個傻傻傻傻的節目長就想著 喂,這麼大的國家,沒有理由不講信用 你說罰我幾億都簽了東西的 還是找美國律師團去跟美國司法部講數 講好了罰多少億,那我那些就OK,沒事了 那我離開回來了 那他真是傻傻傻,他走去過關 一個關就抓,抓完之後 喂,你以前說的那些,我不再告你了 但我剛剛找到新證據 我還要告他一獲我,這次慘了 大會上40億 這件事是很過人的 老美信德國,朱那都會上訴 那些走去美國或者英國的人 我真的替他們幾擔心一下 當你利用價值完作 我當然是要你身上高插乾插井 黎智英之流一樣是這樣 當初我們的華為小公主曼晚舟也是一樣 現在華為這麼厲害,那我終於開箱了 那一部手機呢,我就搞定了 OK,搞定了,多英俊 終於可以開到我的問解了 用這部手機 亦都可以互聯互通了 第一件互聯互通的就是我的車 和華為手機 那接下來還有其他的,慢慢轉換 明年也不會和Samsung 有關Android系統互聯互通了 因為我們自己有自己的系統 這個不是國家利益呢? 百分之百是 你不是國家利益 你真是當我傻的嗎?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你不要以為親美 你就代表你自己的國家或者地區 對他們有利益 其實不是 你有自己的利益,除了不是 你只不過選擇了美國的利益 跟中國一起呢,你就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 這個是一定的 台灣人民真的要聽清楚 如果你覺得你所謂的台灣地區 是有你自己所謂的一些國家利益 你就搞錯了 你永遠只是美國利益 你說中美資金你怎麼生存 你錯了 你近著後來沒有生存 我曾經和台灣大叔做一段影片 每個禮拜播的 是呀,你那些 是呀,跟褚英很相似 不是,跟褚英很相似 真的很相似 你說你這個分身 我可以介紹大家一起認識 大家不介意出鏡 是不是最好 挺過癮的 雖然我知道大家未必聽一名普通話 但是那個節目 都挺值得看一下 剛剛播出那一集 是不是? 我看了 看了是不是? 挺好趣的 都挺寸序的 如果三人行 都挺過癮的 好了,說回政題 你說什麼叫做國家利益 很簡單 就是我們居住在那個地方裡面 我們想和平繁榮發展 這些就叫做國家利益 是不是? 你說你做漢奸 上一集講過 漢奸一直都不少 如果你說做漢奸 你說一個國家利益 當然不是 是符合你個人的利益 就是國家利益 我們分開不同層次 個人、家庭、政黨、國家 以及一個全世界的利益 對不起 我們有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個就是全世界的利益 全部地球人的利益 這個叫做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不是? 為人民服務 當然是為我們自己 國家人民服務 不忘初心 當然是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由頂層設計 到你真正的內心 是有的 就好像中國古代 由內至外 由外返回至內 多完整 老美只有他自己的國家利益 西方只有他自己個人的利益 每一個國家都有勾心鬥角 那這些是不是國家利益 大家自己想 是不是真的為人民好 就自己想 這一點是我最想說的 其中一點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所謂的普世價值 剛巧也這麼巧 我和儲基卿說 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 你剛巧我和台灣大叔 我都在說這個話題 喂 你這個民族 其實是為什麼 台灣你就很狹窄的 永遠都是什麼台灣人 你叫做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演說 就是政綱的宣布 大部分都是台語 不懂得聽台語的 你就聽不明白 是不是? 你普通話的阿文哲 就說得好些 但是叫了個個台灣口音 但是語言的溝通是被所有人聽到的 中國五十六個民族 這五十六個民族 有沒有起什麼大爭吵? 沒有的 是不是?大家很清楚 是不是?大家和平相處 你在哪裡找到新疆啊 是不是? 藏族啊 或者是不同的族裔 總之就是什麼 朝鮮族啊 任何族都有的 那你說分開不同的省份 更加多了 是不是? 那這個不用說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民族的多用性 我想全世界 全世界 是很少國家真的可以做到的 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 我很深刻地再反省過 再思考過 中國呢 真真正正正可以達到這三個方面 就是民主的 我們的政治協商就是 是不是? 我們的人大代表 協商 政黨當然沒有問題 協商大家談 不行 談到不行 不是你打我我打你 這些就是民主 是不是? 人權在哪裡? 56個民族 每個民族活得這麼開心 你說沒有人權? 藏族和新疆 哇 不開心嗎? 開心到暈了 是不是? 多少優惠政策 因為你是少數民族 是吧? 漢族最大的 漢族經常都說 其實我沒什麼路走 錯 其實很多路的 不過你看運不運 你說民主 自由在哪裡? 自由呢 很簡單的 你可以隨時出國先 你可以隨時移民去其他國家的權利 有的 但是你必須要放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你就嫌疑去其他國家 沒有問題的 不會阻止你的 你出去不去? 但是有人說 官員去不了 為什麼去不了? 很簡單 因為貪污 是不是? 你拿著國家的錢 拿官出去外面 我當然不讓你去 大哥 最近我看到一個台灣的人士 就說 喂 中國說要開放給一些官員 出去外面去訪問那些簽證 當然要 我一下子被拿著 那我怎樣去跟其他國家溝通? 怎樣去談? 還有為什麼中國要開放去到其他國家的面前證? 原因在哪? 是不是? 你不要忘記 中國的官員 任何一個官員要出國 其實 他們要出去就是非常困難的 不是說你出就出 而是 簡單說一句 你都要證件方便走到才行 你證件不方便走到 當然不行 老實說 這一方面 我就有少少的認知 主經 這個情況 大家真的要深切地去瞭解一下 現在整個情況是怎樣 我先調整個位置 好了 因為我是較好位置 現在調整 好 這一點我覺得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自由、民主、人權三方面都有 好 最重要的 我們沒有參加過第二次的工業革命 的確 你看看我們短短幾十年 追得多辛苦 多厲害 這個就是我現在所說的 還有什麼叫做若國無外交 除了清朝之外 大家有沒有想起宋朝的 就是由兩進到宋的時候的 燕雲十六州 燕雲十六州為什麼宋朝會這麼積弱 因為最關鍵的地方被人立了 燕雲十六州不是很大的一個位置 幾百公里而已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問題 最主要的國土在人家手上 人家怎麼會給你 人家當然會搞你搞一陣 還有我們就失去了燕雲十六州這個地方 超過四百年 是明朝那時候我們才收回來 明朝大家知道有多強大 所以一個完整的國家是很重要的 那現在除了九段線之外 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國家就開始有十段線了 十段線是哪裏 台灣那裏 真的屬於我們的 那時候我們有提過這一點 那十段線我覺得非常正確 因為台灣一向都是屬於中國的地方 還有現在我覺得 它的比較有些像當年的燕雲十六州 這個很重要的 有些類似的 香港也是 香港講法出來 我當然要搞定它 還有最重要的 除了南海的國土那方面 每一個國土是寸土必真 寸土必真 我們外交部都講過了 是中國的領土寸土不讓 不是中國的領土 你多給一份土地給我們 我們都不要的 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基本在這裏 基本的原則在這裏 這個基本原則就是我們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地方 不是我們的地方 我們就不拿的 那老美呢 除了用意識形態去管治其他的地方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靠軍事 又剛好 又跟台灣大蘇維佑有經過這個問題 這個很可怕的 包括我們所見到的 就是拋地雷車 每人武裝的武器 是不是 還有的時候 美國世界上有多少個軍事基地 大家自己檢查數字就知道 我們節目也提過 軍事基地那些不算吃飯 我軍事合作 軍什麼事合什麼作 是不是 你不要玩了 買了 都買了F-16 F-35 用美軍的設備 美軍的雷達 資源共享 包括現在菲律賓在搞南海 都說我要把你給我的雷達 去把中國現在南海的狀況 通報給你知 那不是非奸是什麼 那大家自己想想 其實老美在各方面 還有什麼 意識形態之外還有美元 聯繫匯率 聯繫匯率 那一集會出的 大家看著 你不買買都不行 你一定要的 因為這是規矩 我們這些 才是真正的國際規矩我們守的 我們真是去遵守 但是老美就是遵守國際秩序 他說的話 他覺得就是國際秩序 所以我們一定需要這樣做的 那什麼時候才會結束這件事呢 主經在上一集就說過 說希望快點 中國的實力越強 我就應該很快結束了 是不會的 我自己個人的研判 跟主經有些想法不同 第一 老美 現在已經下去第二位了 基本上 整體上的話 我們先不說AI 當然他是第一的 但是 我們自己看到 有很多的專利在我們手上高的 我們的研發究竟怎麼樣呢 國家國之重器 就不是那麼輕易告訴別人的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的感覺 包括像核潛艇那些 其實我們的研發已經是超過世界一流的了 那就算中國真正的復興 我們不叫做國體 我們叫做復興 這個是國家的一個言詞 因為我們是一個傳承 我們不是突然間霧出來 我們一向都是這麼強大 只不過我們衰弱了一段時間 而那段時間很長 差不多八多年時間 但是我們現在真真正正可以站起來 當你站起來 其他國家都不是弱雞的 雖然感覺上高現在好像很弱雞 但是基本上 爛船都有三斤釘 對不對 所以他們呢 都會在整個運作上 繼續抹黑 因為他們最主要是掌握了 軍事 波幣 金融 還有一個傳媒上高的優勢 不斷地打中國 這個是一個全面性的戰爭 各方各面總之會現在又動來 拜登也剛剛說 為什麽我民望這麽低 我很不滿意 你可不可以查出為什麽 傻了 是你這個傻佬 你不知道為什麽 還有聯合國 現在雖然將農曆新年 剛剛看到資料 聯合國 將中國新年 就變成聯合國的智日之一 那以後大家呢 可以在聯合國裏面 恭喜發財 2024年1月1日開始 這個真正 但是中國的強大 不代表他可以在世界上說了事 因為中國根本不想說事 中國只想做好自己的本分 但是對於老美 歐洲 或者其他地方 都是一模一樣 他們想去掌握著世界 馬克龍也是 馬克龍和中國好朋友 大家見到 但是一樣在自己上谷 他都說電動車 你不要進來我發覺 我會用個 有關碳排放的原則 他禁止進去的 我現在是針對中國車 你吹嗎 還有核能方面 我們超越法國 法國的核能有什麽用呢 我們現在在山東道 已經開始開外自己的 第四代核電廠 非常之安全 氣冷式 用你海水的形式 多安全 不會再發生福島的事件 我們科技其實 宣傳得非常快 加上我去大灣區尋寶 大家知道 真的尋了很多報 大家一定要看 最好私底下 我真的可以搞一個旅行團 自己去參觀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就夠了 不是心中通道 是私人博物館 慢慢跟大家說什麽 還有 加入任何的組織 其實都是大家互利共贏的 如果你不互利共贏 你先玩什麽 你一定需要 大家是有個同樣的觀點 和對在一起 去和大家 去談談 我們怎樣合作 怎樣去談 要什麽 簽合約的 你不要以為不用簽合約 但是老美很流行就是什麽 私委合約 不行了 趙長範一直都說 美國有法治社會 開玩笑 在這個所謂的國家利益之前 你法律有用嗎 趙教授跟我們說過 喂 法律都是為國家的 就是幫助國家的 是吧 你始終都是法律 你的做法是什麽 是維護我們自己的利益 你如果沒有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我為什麽要有反制裁法 我為什麽要對外關係法 這些法律的起源是什麽 我為什麽還要派民兵 去保衛我們自己可去的利益資源 是不是 這個是需要的 如果你不派人員出來 你怎麽保護自己 喂 那裏有一個合約 那裏有一個建設 喂 你動我 我憑什麽和你去戰鬥 是不是 那民兵系統 我們都已經建立了 這個系統已經寫了出來 已經在搞定了 那我們知道 為什麽我們的守衛 因為全世界都是我的地方 但是我們絕對 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我們都要求老美和西方國家 不要干涉我們的內政 包括黎智英問題 當年斯洛登來到香港 都是一樣的 你要我交 那我就交 誰叫你名字寫錯 是不是 你名字寫錯 我加一條毛給你 那個都不是他 名字不同 你自己搞錯你的事 你自己不清楚是你的問題 黎智英的事情 其實是我們的事情 關你X事嗎 是不是 台灣的 亦都是我們的事 但是台灣人自己想不清楚 你說他親美 沒有辦法 國民黨時期 就已經是這樣 那你到現在 你怎麽樣面對這個問題 去解決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沒有中國人的思想 你知不知道 什麽叫大國博弈 我們全世界有幾個復原很大的國家 第一個 美國 中國 俄羅斯 加拿大 澳洲 印度 算了 這幾個國家復原很大 其他國家 對我們來說 這麽小的國家 你怎麽大國博弈 你兩三下 就被人玩了 好 劈除幾個國家 澳洲 不用玩 澳洲太遠了 放土一片 這是一個問題 好了 第二個 加拿大 不用玩 加拿大都是老美服用來的 不用他 你真正可以鬥爭的 就是 美國 俄羅斯 中國 和印度 印度都撇開少少 因為他要挖起 都要靠美國 美國 是否頂得他順 大家自己想 所以這時候 中美 俄三國 一起玩 這三國的國家利益 怎麽樣去拆勻他 就是第一件事 美國 都想玩殺全局 因為他不可以做開霸主 當他做開霸主 他怎麽可能捨棄自己的利益 我之前躺著有一陣子的錢 我的美元系統 數字貨幣 你要玩 不是吧 我透過 加密貨幣 比特幣 去玩殘尼 我透過美元 又玩殘尼 兩邊收割 我多開心 你中國提供自己的數字貨幣 我怎麽可能給你玩 所以第一件事 美國就先斷了俄羅斯 令到中國孤立無援 是吧 他猜不到計錯一條數 中國 我和俄羅斯 我不會支援軍事 但我和他做生意 你沒理由禁止我 所以一路要中國制裁 中國說 裁你的傻 制裁什麽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起賺水 賺水 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就救了俄羅斯一命 你看俄羅斯經濟多繁榮 是吧 制裁率多低 是吧 人民生活呢 又非常之好 完全不覺得打仗 打仗 打成這樣 都是天下其民 除了魯美有什麽機會之外 但是魯美在外面 就經常誓語而歸的 那 當年的 前蘇聯在阿富汗那裡 都是玩到殘沙的 是吧 對不住我 不和他玩下去 玩不行了 這次打這麽順滩 前所未有 是吧 經濟增長 不是代理人之真 我們自己下手下腳 去和俄羅斯 去和烏克蘭開戰 這個情況是否很特別呢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一點呢 在所有的西方媒體裡 都不敢說的 因為他們一直在吹 我們早晚都說了 你烏克蘭會贏 你當我是傻的 但是抱歉 很多人都是覺得烏克蘭會贏的 為什麼 因為西媒的影響 意識形態 為什麼一定要吹到他贏 因為美國利益 你不要跟我說 美國裡面沒有利益 才可以的 因為你還有台灣 台灣烏克蘭化 很多人說 台灣人不醒 還說要什麼黑熊學院 諸如此類的 那些事情 你玩什麼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傻 一個 太郎 大家都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想得清楚 什麼叫國家民族的利益 你如果當你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你軟地搞錯了 你如果覺得自己是美國人 就麻煩你過去美國 那你就很開心 中國都有很多的 香港特區都有很多的 是不是 世界上很多人都想過去移民去美國 那你就移民了 你就不會做中國人了 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 但是台灣 不是中國的鄰居 搞清楚 是中國的地方 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 很客氣的了 那起點是很大的 很高的 我自己覺得 一國兩制 會不會矮化台灣呢 其實是不會的 我們當年香港回歸的時候 97年前簽的 我們是經濟實體 任何的組織 包括在奧運裡面 我們都掛著中國香港的 你可以說 在各個層面上 經濟貿易各方面 都是跟我們國家 可以說是 有一點點平起平左岸的感覺 台灣以一個經濟體來說 其實都可以去同樣的待遇 是不會有矮化的 一國兩制 就是我自己看到 就是經過深入的研究 我看到是真的 對自己那個地方是非常有利的 還有對於整個統一 中國以後 怎樣可以中環四海 就是靠一國兩制 以及我們大一統 這個國家利益 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要了解 還有 柱經有上一集說過 小粉紅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小粉紅呢 老實說 我都不喜歡把自己放顏色的 大家知道 你叫我藍營 我就很不開心了 我又不是藍營 你叫我黃營 我更加不是黃營 你叫我什麼營 我都不是 總之我就是中國人 我就是正常人 一個正常人 愛國是很正常的 那個政黨做得好 我當然是支持 是吧 而且我們的中國共產黨 說真的 我是很挑剔的 對政治的事情 真是 但是我覺得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 比較願意投我票 你傻了 你這些所謂的牛肉 只不過是一張紙 我到時候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能夠吹我的帳嗎 是不是 你既然相信這些事情 不要這麼 愚蠢 我差點想用八千兩個字 真的不要這麼愚蠢 大哥 你有多少個 多少個政黨 可以告訴你 我百分之百可以執行到 我之前許給你的所有的承諾 你可以說等於零 每一個政黨都說 我會為人民幸福謀著想 到現在為止 你有沒有一個計劃規劃 你每五年 或者每四年 甚至六年左右 最長 你都住一個政黨 你住一個政黨的管治 你不斷退來退去 人民生活有幸福才怪 中國 每五年一個規劃 他就做得好 國家利益 對中國人來說是什麼 就是人民的利益 搞清楚 不是單純我自己國家贏 我全部人民都贏 因為我國家要養你人民的 我的醫療保險 我的社會保險退休保障 我的教育 我的住屋 你的糧食究竟足不足 你看現在老美都要派飯 派飯的情況 食物銀行多嚴重 這些符合國家利益 符合你的人民的利益 是不符合的 這就是我的看法 當然要交易主經 主經 怎麼看呢 你講到這個 很多我們說什麼小粉紅 什麼這些 這樣的看法 我們要認識一個 國家安全這個字 安全 在英文來說有兩個層次 一個叫做safety 一個叫做safety 如果字面看 都是叫做安全 大家含意上來說 其實我們要更加去看一下 不是這麼簡單 safety 我們說眼前看到的食物安全 或者我們軍事上的安全 打不到我 那跟securety有什麼分別呢 securety是一個預防性 它有些要採取一些行動 採取一些措施 現在中國要做的就是securety 不是簡單safety safety很簡單 美國開架航母艦來到南中國海 那我看到你我就走 那我就safety了 很安全 不好意思大哥 你過來約你先走 那走一走 它是駐軍的了 它不走的了 這樣對我們中國的security 就造成這個國家的影響 所以安全 是需要更加高的高度 更加深的層次去看 我們現在國家要做的事情 不要一味說 你現在中國 花幣到處走 整個到處去 想做軍事強國 我是為了我們安全 如果你說我保障我人身安全 你做大哥你做 你說要這樣就這樣 你說要這樣做就這樣做 你說不讓我發展半導體 那我就不發展了 我買這些東西 那我就做手作仔 那你是不是安全 都是安全的 那美國就說你乖了 那美國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國家會發展嗎 那我們下一代 是不是還要繼續 收些洋垃圾 還要賺800元工資一個月 去跟你做 車衣 做拖鞋 做水桶呢 那我都安全的 你不是搞我 因為你 我聽說你不搞我 那就安全了 你就做到了 但是 你有沒有一個安全 那你下一代怎麼發展呢 你再下去是不是變得滿清呢 所以我會有一點點回應這個 安全的問題 大學長 這一點說得很好 果然是國家安全教育的導師 我剛才跟主經說 你應該做高級導師 甚至做校長都不為過 不是 因為第一 我們什麼叫國家安全呢 我想很少人可以很明確地告訴大家 安全和安全的差別在哪裡 老實說 如果你要安全 不發生戰爭 其實是很難的 你除非你把自己所有的東西給對方 他還會於取於攜 你給得不夠 再要給多些 關稅我要抽你 你不聽話 我就要動你 是不是 這個就是安全 你要安全 你就不斷給東西給別人 是不是 你這個是不是台灣的 台灣地區的一個狀況呢 絕對是的 中國有沒有 沒有啊 你這樣 我動手的了 現在菲律賓你要搞南海 九段線是我的地方 現在叫十段線 十段線是我的地方 你夠膽動我 你就來 你這個只不過是代理人 是不是 你要搞 你就想變成另外一個烏克蘭 我真的不怕你啊 老美 你夠膽動手啊 你就來 到現在 今時今刻懷而止 老美 有沒有真的 嚴格地派 航空母艦過去南海那裏 過兩個兜兩兜就走投了 為什麼走投啊 喂 我不想和中國動手啊 你菲律賓動手吧 反正 我撐住你這麼多錢在那裏 是不是 反正你菲律賓這麼多人這麼親美 那當然要聽我說 你的 紙巡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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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 不斷地發展我們的軍事力量 說真的 你拳頭不夠硬 我當然要動你 你明明你是比我弱 當然要動你 清朝也知道 清朝當初不敢動 看到國家這麼大 我動你幹什麼? 我動你不就自己下來壞 我英國這麼小 一個海島 跟日本差不多大小 日本也是一樣的 日本要打中國 怎麼打贏 天朝大國來的 打一打 你 上到甜頭了 我還不動你 你這樣被我打倒 你的地方一直都是我想要的地方 隔五戰爭之後 不是隔五戰爭之前 其實都是扣邊 但是頂多是打朝鮮半島 頂多是在山東 海邊那裏搞什麼就算了 搶完之後才回去 原來這樣弱的 動你啦 不用給你面子嗎 這個就是政治 你弱國想跟別人 聽外交 聽不到 說真的 新加坡要被人收回用什麼 最重要 他加了保護費 買F-35 F-15 軍費給得救 那就保護你啦 其他地方哪有敢觸你呢 你背後的老美嘛 是不是 新加坡很清楚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不聽老美說 喂 我只是聽老美說 當中國是死的 我不想跟中國做生意嗎 我人民不用吃飯 萬一來一個制裁 萬一來什麼 我已經知道就沒有了 是不是 你說怎麼辦 當然要兩邊奉緣啦 這樣叫我豪宅嗎 台灣地區 你不是一個國家來的 搞清楚 你現在是戰爭狀態的 當時 當年的國共兩黨的戰爭 到現在這一刻 都沒有解除 要解除 喂很簡單 我收回你 大條道理 是不是 就是 朱京所說的民統 是不是 這個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會不會維統 我不知道啦 總之我要收回你 隨時可以收你 你不要覺得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大陸地區的軍事力量 不夠強大 我真的要等到2027 才收回你才行 我要收回你 隨時都可以啦 剛剛 我沒有收回你 只不過有些因素 我們還在考量中 還在 還在談 我們當然想和同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小粉紅是什麼呢 我就從來都不知道自己是小粉紅 為什麼我是小粉紅 我真的不明白 你是說我沒有知識啊 還是說我很愛國呢 但是既然我很愛國 我為什麼是小粉紅呢 你一個小字 大家也知道啦 就是我們歪音一點就是什麼 小你媽那樣的說話 這些是 一個詞語啦 但是我們 其實不是小粉紅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很純正的中國人 就是一個中國人 應該呢 就要有自己的那個格局的 還有呢 對於國際大事 一定有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啦 還有知道現在國家所做的事 我們不是 隨便的支持他 我們是很嚴肅的 去面對 國家的問題 把事實告訴大家 我今天也和朋友在那裡聊天說過 我們不是說好中國故事 我們是說好 真實的中國故事 真實的中國故事就是全方位的 不是單面的 當你看得越多 你就要知道 中國的 優點在哪裏 也都知道中國的得足在哪裏 當然 我們可以說 就好像易經所說的乾掛 我們到95就好了 就不是去到96 是吧 96就去得太盡了 我們不是去得太盡 所以你看到 我們在很多國際場 我們都不會假裝大佬的 哈哈哈哈 是吧 即是既然我不是大佬 我當然是不扮大佬 是吧 但是我們都是很有原則 我們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就算了 東盟我們可不可以主導呢 可以的 但是我們不主導 是吧 很簡單的 RCEP那邊 我們一起合作 東盟多開心 你有沒有洩帝東盟 沒有啊 印尼甚至有高鐵 硬硬高鐵 還有高鐵廠 是吧 我們將那些技術輸出去 我不是說 喂印尼 我輸出一些 就是很低規的東西給你 你幫我去做 一些產品出來 沒有 高鐵啊 哥仔 起廠啊 現在最近我看到 比亞迪 在歐洲起廠了 在哪裡 大家猜不到 匈牙利 喂 我們不是輸出一些 次級的生產的東西給你 我是輸出一個汽車工廠在你的國家裏面 匈牙利人可不開心 正啦當然是 喂大哥 你將這個 這麼發展這麼有發展的東西 人民生活一定會有很大的 一個進步了 生活開始好 我多謝你來不及了 但是為什麼 大家可能會說 喂那西方為什麼會對中國這麼不友善 意識形態 利益問題 我們的強大 去影響到他的國家利益 我沒有理由 因為我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 而去放下我自己的國家利益 這句話好像很經典 是不是 是不是 土地處境那個 我知道你在說謊 你也知道我知道你在說謊 那句話 這個真是 神流之筆 我自己覺得 我不可以為你的國家利益 而放棄我自己的國家利益 你有你的國家利益 我有我的國家利益 我和你的國家利益 是不是不衝突呢 其實可以不衝突的 是不是 你來我那邊建廠 我去你的那邊建廠 你有什麼東西 我和你互相交換 公平這樣交換 喂 用你的貨幣交換 不是用美元交換 又不是用人民幣交換 我們自己本幣互換 有沒有好處 這個是創新局 開新天 好像一串的 開新天 真的是 是不是 你接不接受 你不接受 就是有趣 是不是 你不玩 我和其他國家玩 金磚國家大把 是不是 意大利 要退出 一帶一路 你就退出 是不是 雖然我們很不樂意 我覺得國家應該直面這個問題 老實說 不應該在這裏 就不跟大家說 你要退出 隨便你 沒有所謂 你要簽合約 不要緊 我和你簽 慢慢談 逐步慢慢談 就好像英國說要脫歐 脫歐天又怎樣 你要進來 哦 慢慢談 一步一步來 不用急 你不就繼續趴在街上 繼續令到人民那裏 去領一些救助 食物 那些 那就算了 是不是 沒有所謂的 你自己去做 外交部應該 很大力的 去跟大家說 其實 意大利是要退出 那他退出 我們不要緊 我們繼續維持好關係 你要談就繼續談 沒有所謂的 是不是 涉不涉及我們國家利益 當然涉及 人民要理解 我們現在國家和當年不同 我們不是戰略模糊 我們是戰略清晰 而這個戰略清晰 就是我們 有人很喜歡說 以前說一句 子子妹妹站起來 是不是 我們中國不是再站起來 我們中國人民 再在這個世界舞台上 去 變成一個 舉足輕重的 一個位置 這個很重要 還有剛才在節目之前 我跟主經說了一番說話 我們就去看 心中通道 有一個年輕的講解員 他跟我說 他的眼神 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在打冷陣 他是很驕傲的 這樣眼神充滿了熱切的期望 是可以出的 我們 超出 我們的預期 去完成了心中通道 我們 我們 橋和我們隧道的連結 是5mm 5毫米 5毫米 還有 我們的員工 是比我們預期的60個月 提早了半年 60個月 只剩下54個月 我就完成 還有 我們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完成 我們由開始開工那一天 24小時 沒停過工 這樣跟我說話 我心想 我自由 啊 太厲害了 難怪你這麼自豪 難怪 難怪 沒有一個地方 或者沒有一個國家 我看到他們可以提早完成 我 可能參觀得少 我沒見過 有任何人 一個年輕人 可以這麼 proud of 說自己 公眼神啊 你真的看了之後 真的打爛了 我們國家 很有希望 百分之百 很感謝今天頭條 帶我們去看 這個大灣區尋報 當我去問越多 我就發覺 這個的確是一個寶藏 好像周庭那樣說去騰訊 這樣就在那裡吹 我說你都愚蠢的周庭 你明不明白 又是帶你去看看什麼 我是要給你看到年輕人的熱誠 我們都奉勸 所有去參觀內地的 去一些參觀 不是講解完 講解完就算了 講解完不是講解完就算了 不是講解完就算了 你要抓住他去問 我這個舉動 都令到今天頭條的一些 就是負責我們的職員 就是覺得很神奇 他們說我從來都沒見過有人 好像你這樣去做訪問 你為什麼那麼有興趣 那麼熱誠 我說是呀 我真的很想知道國家的發展是怎麼樣 是真實的感覺 有什麼好過找個講解完去講解 如果講解完沒有亂 說兩句我就知道 講解完原來是參與了整個活動的 一看就知道 我當然是問他 去博物館那裡 你不是自己看嗎 看條毛嗎 看來看去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你當然要問一個講解完問他 喂 為什麼要這樣做 發生什麼事 你這樣做的有什麼原因 那個博物館告訴我 其實我們這個 是博物館 但是我們的博物館 不是博物館來的 這麼特別 為什麼博物館不是博物館呢 博物館是我們的研究基地 是科學館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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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值得說的 封電那裡也是的 你一定要問 每次問 越問越多越清楚 喂我不是神 我都說了 我到今時今日 我都有普通小市民 唉我助手跟我說 大衛老師你不要那麼矯情 我說 喂哥仔我真的不是矯情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不足的 什麼都不懂的 我不懂就問了 你叫我知道什麼叫做激光 我不明白的 是不是 你問我這個條 為什麼會 搭在一起的 我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就問了 你問我博物館 為什麼他這麼多東西拿出來的 放出來給我摸的 為什麼 我不明白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呢 背後的願意是怎樣 是不是 所以我這次 買了很多東西 還有做了很多東西 包括去沙井買蠔 我都買了一些金蠔回來 正 主機應該是吃 大家小蝦來吃 正 還買了兩支蠔油 問他 兩支蠔油有什麼特別 一支是全部用蠔做的 一支是混了其他的 澱粉質下去的 兩支一買就試一下看怎樣 人生來到這個世界上 當然要體驗一下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 你說 去參觀某個地方 風花雪月 不開心 正的 我都很想 但是看到 這個正 那個正 正在哪 大家認識朋友 請教一下 所以處境也是我老師 感謝 敗永鋒 加分給你處境 好了 那就 看國家 因為我也參加過一些風電 黑能 我都跟大Sir一樣的 黑能 你看到很多東西的 你看得遠遠比其他人多很多的 都一樣的 一定會抓著他們去問 那真是我跟大Sir 都有同一個感覺就是說 看到年輕人 90後 他的自豪 他們覺得自己的對 可能很緬甸的一個 工程師 很年輕 90後 但是 一講到他的專業 講到問到他 我們跟國外 相差 有多少呢 我們有時候 他立即做 如數加真 很簡單 我們做這個風劫 人家做一千萬一條 我們在這裡 百多萬 對吧 為什麼你做得這麼便宜 因為這樣 我們這樣做就這樣做 我們國家有好處 這樣就不用被人抓住了 我們如果自己有這樣的生產能力 我們如果跟別人買 我們要花一千萬 我們現在自己能生產到 我們的成本降得到一百多萬 那對這個世界有什麼好處 那麼全世界那些發展中國家 就可以有在能力底下 買到我們的清潔能源 他們可以用 低廉的成本 這個地球就變得更加好 真是聽到很開心 有這樣的 很開心 對 很開心 很開心 未來有希望的 就是我經常都說 全城很重要 我們節目的價值 當然我真的要生活的 我真的要賺錢的 但是如果叫我收老美的錢 去做一些違背自己良心的事 我真的做不出 抱歉 多多錢我都不收 你給我一球美金都是假的 我真的做不出 老實說 但是你說 我要去講回中國的實際情況告訴大家 我們是真身體驗過的 體驗過的 我們真的看到的 還有老實說 真的很多人 走馬漢花看完就算了 我和儲基兄是比較另類 我整個團裏面 都不是很多人 像我這樣的情況去問 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因為我永遠把自己擺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就像我們道家教學說 我們比較處於低位 你才可以看到 你看的東西會更加多 對於這些年輕人 我覺得很有前景和前途 儲基兄剛才說 做得便宜 是啊 我們一台機器 可能幾十萬而已 但是外國買可能五六百萬而已 有些新的機器 我們不是做得最好 但是我們 吃得下 我們是禮貌地說 吃得下 看得下 做得下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科技 有我自己的研發 有我自己的專利 尤其是當你看到 我們的研發佔了百分之三十的 我參觀過 兩間的企業 這兩間企業跟我講一句 研發人員超過百分之三十 這個概念我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我對中國有很大的希望 很有很大的希望 不是期望 中國一定會成功 一定會做得很好 我希望 越快越好 越快 令到人民的生活更加好 令到我們香港人 萬眾歸心 好像我們之前有說過 香港人之前 是 我們香港地區的回歸 但不是深的回歸 我希望可以參加更加多的活動 當然要好好招呼 不要招呼實在太辛苦了 我們這次煮得很好吃得很好 但是一定要看回 我們自己國家的整體發展 我們的國家的整體發展是 超乎我們想像的 越快 我們真正從心的回歸 這個是我所想的 我交給你 總結 好吧 我們回歸了的心 未回歸 這個是事實來的 簡單來說 我們香港 剛才大衛城說的一件事 你看全世界哪裏可以提早完成工程 香港人要放下我們那種 過去認為我們領先 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內地的差距 不是說現在沒有 但是起碼在工程上面 請香港人 你告訴我 你哪個工程香港的超時 不超之 又是不超時 完成了工程 你說一個給我 沒有 政府主導的工程也好 民間工程也好 全部都是 可能他本身就想著 可以安時完成 我也不安時完成 因為我不超時 我怎麼可以收多些錢呢 為什麼不可以camp後家工程呢 你要 反省一下 人家一條 跨海大橋 尋相識 新技術 可以超過預算時間 提早完成 我們香港 什麼時候可以做到呢 幾望香港人 不要駕車 內地 內地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也有些 地區 還未發展起來 一定有這麼大的國家 我們的眼光要有個格局 看的東西 很多這些內地的研發 或者現在我們的成就 你不去新力離境 你不去拋下自己的 成建 你永遠看不到 很多我們的研發 不是說 某些利益集團 或者公司企業 發出答 最簡單 我們那些醫療設備 我們要看回內地的醫院 還有很多的磁力共振 很多的檢測系統 都是在用西援紙 在用德國 在用歐洲廠的東西 他們在你中國 未有能力生產之前 是幾千萬一部機器 帶給你 但中國現在生產的 部分的醫療設備 是在講幾十萬 或者百多萬 你不需要幾千萬去進口 那麼這個醫療成本就降低了 就是為了所有的老百姓 人民生活會越來越好 我們不是說說好中國的事 是說中國的好故事 我們是說事實 不足的也有不足 也有很多我們內地的朋友 還要在一個文明程度 要提高 文明和文化是不同的 亦都跟我們內地的朋友說一句 文明是很簡單 文明就是說 你的行為 不會影響到 其他人 你做任何一件事 在公眾場合 你的行為 怎樣說是文明 就是你會尊重到你身邊其他的人 當你做到這件事 其實你的文明又會向前走一大步 我們的文化是有我們喜歡吃辣 我喜歡是道家 喜歡是儒家 你都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這是我們自己的 固有文化 但是如果你想說 為什麼你經常說我們 那些人看我們 你說你內地人 不文明 看我們內地人有些人覺得 我們香港都是這樣的 我哪裏都是這樣的 這是文化 不是的 等於香港那些所謂的 有些叫做民族自決 我要說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 沒有一樣東西叫做 說粗口 就是叫做香港文化 你說我們說粗口 是一個 情緒的發節 是一個在意前 這個OK 這個可以是文化 所以大家都有一些不文明的地方 好吧 今天就講到這裏 也挺開心的 你的話題都是 我都蓋上了很多不同的範疇 從科學到歷史 講到文化 好繼續以後多點找資料 我們再做好資料 老實說 這個真的不是我自己 有關科普那裏 傑哥真是做了很多幫手 智慧那裏 我跟柱基兄 冷眼兄 做了很多事情 ES姐 還有S先生 A軍B軍 現在台灣大叔 其實每一個節目 我們都會拆出很多火花的 我們都想找到更加多不同的嘉賓 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去了解一下 究竟我們這一刻面對著的是什麼 認識多點朋友 學多點東西 這個是我們的原則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請大家訂閱 柱基兄和大衛上的頻道 真的要留言 謝謝大家 真的 這是必須的 真是黃到得人害怕 我最近去看的時候 很多網友 很多大V說 你們做到這樣 超人來的 你們在做電視台是不是 我說不說 其實只有兩丁油 所以很感謝我助手的幫忙 沒辦法在這裡 我們真的做不了那麼多節目 任努任怨 多謝多謝 好了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不跟大家多說了 轉眼睛又多說一個小時 其實我們今天做的節目 是超過三個小時 差不多 大家慢慢收看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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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